一次关于狂欢节的闲聊 让我们确定了2024年的度假地 南美洲24天 平成28,000公里 我们在巴西的宇约热泪炉 领约了奔放的三把风情 沐浴了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 衣瓜酥瀑布 我们沉浸于布鱼洛斯 爱丽丝阿根廷 汤果的激情优雅 和莫雷若冰川的状 流连于智利百类国家公园 雄气的三塔和蓝蓝色的内鹤湖 秘鲁 马丘比丘和马拉斯盐田 等印加文明遗址 以及彩虹山和皮提卡卡湖 让我们觉得不虚此情 大家好 这里是秘鲁的热水镇 早上六点来中 这是等着去参观马丘比丘的 在这排队搭神去景点的接驳车 每天参观马丘比丘的人数是有限制的 并且按每小时控制 每个游客还要求由导游带领 据说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周围的植物和动物 当然这也给当地的居民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现在这里排队的人都是七点钟这一趟参观的 马丘比丘每日的游客接待量大概在4500人左右 我们上了第20号巴士 开启今天美丽的行程 马丘比丘 西班牙语 马丘比丘 其译为古老的山 又译马丘比丘 是一座建于前哥伦布时期也就是15世纪的印加帝国城市遗址 位于密鲁南部的密鲁东部山脉 科斯科西北部80公里处 整个遗址高耸在海拔2430米的山脊上 俯瞰着乌鲁斑巴河谷 与玛雅文明相比 由于印加文明没有书面语言的记录 直到19世纪末期才有对于发现该遗址的记录 考古学家认为马丘比丘是萨帕印卡帕查库地 建造的也就是1438至1472年之间 由于独特的位置、地质特点和发现时间较晚 在1911年 马丘比丘成为印加帝国最为人熟悉的标志 它通常被称为印加斯洛之城 也被称为天空之城 马丘比丘的建筑为古典印加风格 并以抛光的窃石墙作为柱体结构 城镇保存完整的三个设施则为酸日石 太阳神庙和山川庙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了解城市最初的样子 大部分建筑都经过了复原重建 到1976年 马丘比丘约有30%的区域已经恢复 直到至今依然进行恢复工程 1983年 马丘比丘古神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遗场 且为文化与自然参从遗场 2007年 马丘比丘被评为世界星期大奇迹之一 马丘比丘也排在了我们人生必去景点心愿清当的前夜 景点入口处到了 跟着我们的导游向前走 进门需要检查复照和门票 现在是早上7点04分 我们进来了 我们有美丽的丘比丘 因为我们冰山中的孔中 因为这种孔中的孔中 因为是冰山中的孔中 例如这一种类型的孔中 它是很红细 我们用叫我干き 我们用这个口语 我干き是试试 我们叫它这样 因为冰山中的孔中 像是试试试 但是我们有不同种类型的丘比丘 我们叫它丘比丘 这些是帕莲莲 帕莲莲是帕莲莲的食物 介绍了一些它边上的植物 或是天津的 这个花有教读 可以马追你 这花开的还不少 所以通常我们要看一部分的城市 这些是很暖 但是一会儿一会儿 但是整个建筑都必须在这儿 说通常从这里可以看到城市部分 每个人都称了Machu Picchu 但是这城市不是真实的名字 这是名字的岸 人家发布了Machu Picchu 是美国人 他决定了称名字的岸 为名字的名字 直到现在我们不知道这城市 我们经过的时间 所以西班牙都没有来到这里 而英雅都没有提到 因此我们知道Machu Picchu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些东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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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更多 要看更多 我会给你一些东西的东西 我会给你解释 更多了解 雙籍的羊血是很深的的,因為它是温暖的 例如是6-70% 所以這裡是各自天的野生 所有的都有导游带着,一路踏一路解释 这就是为了解释 当发现它的时候 他们没有计算真正的地方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它太大 在说明时我们会看到很多照片 我肯定是这样 但海南宾是一个男人 他拍了超过20,000照片 在照片中,他描述 他做了这个冒险 海南宾是比较大 因为我们没有电池 但是现在它不是很快 它是他,海南宾 这是 Indiana Jones 但是实际上 他在不同的地方 在美国的家庭 那家庭的家庭 那是一家庭的家庭 这就是这个地方 这就是这家庭的家庭 对 这家庭的家庭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只看整个建筑 没有桌子 的家庭 我把台茶 吃个什么味道 他说像那种一种茶 用茶 所以这个小的一种 为了酒喝的吗 酒喝的 它是很甜的 但是现在 这种东西的东西是破坏的 人们只是从咖啡屋中 到这里 好 多长时间是这里的 4天 3天 好漂亮哦 这颜色好柔和啊 真美 爬上山了 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 经常上午还比较大 差不多快八点钟了吧 还没有上 哦 beautiful 在云雾眼罩下的马丘比丘 真漂亮 这如同一个美丽的梦境 看着沉叠的山巒和屏风般的环绕 天空中的白云与山谷中的薄雾相互交集着 给这一个古城增添了神秘与庄严 还有这石墙和阶梯在云雾中 所展现出来的无以伦比的气质 像是在述说这千年的故事 这些地方看着沉叠的 像是把他的神给到印ca的神 想要是把 religion弄破 所有的石码被印ca人修改了 我认为石码是建造的 但是石码不是用的只是建造的石码 所以有些人继续继续续 不光用这个灶顶还做桥 还有那么灶桥 只是这个屋顶是新的 这些都是他们一般是三代人建筑的 一百多年才把这些东西建成 那祖宗把这些石头挥上来 好艰难哦 这个城市建成这里 站在马丘比丘的顶端 野云慢慢要散咯 我们继续往前走 东东来是管理的可以 没那么多人了 还可以找生相了 分次端竟然 现在的雾又散了一些了 比刚才的画面清楚多了 好漂亮哦 难怪这叫做天空之城 看在这里行着 这大块石头的路 真的 感觉还很现代化 真的 比我想象中的美多了 哇 从这个方向看过去 好漂亮哦 这城楼 城墙 城门 还有后面的山云 哇真漂亮 大家都在那个门那里照相 哎 我们要这个导游给我们 也在那照个合影 门呢 好漂亮哦 后面的背景称着 真的是仙境 云雾缭绕的仙境 神奇啊神奇 心愿达成 不错吧 这就是马丘比丘城了 什么呀吧 他会让你看什么呀 对于是 这边的门 经常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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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似这样的 这就是这种 这就是 这种 有两个门 哦 一边的门 所以 这个门 是关门的城市 就像这样 就像这样 如果他們放開,動物可以進去 OK,可能沒有動物 那是一個墳幅嗎? 沒有,這個墳幅是在那裡 這是一個墳幅 這是一個墳幅 因為有一個大墳的墳幅在這個墳幅 有些人相信,他們用了高技術的工具 工具,工具,工具 但如果他們用工具 為什麼他們不斷工具? 沒錯 沒錯,這就是我們拆棄了想 那些人是在這裡 因為他們不斷工具 所以,所有的工具都不斷工具 再掃一下這個時間段 這個神奇的地方 現在是早上9點來一鐘 霧又薄了很多了 比剛才清晰多了,非常的漂亮 馬丁比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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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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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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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